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政治联盟推翻安华还有团结政府的 那么社区传播局JCOM的副总监依斯迈有所示说 这项行动是在国盟领袖以及政府成员在内的代表 聚集在迪拜的时候浮出水面 目的呢就是为了建立一个后门政府 而资深的政治人物和敦都参与请中 然而我们要和大家提到的是来自于土团 还有国阵的领袖他们受访的时候呢 都表示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个消息 土团党的宣传主任拉扎里就向媒体说 他对于迪拜行动是一无所知的 而且是否认曾经有反对党国会议员提到这件事情 另外呢民政党的青年团总团长 兼吉达州的行政议员黄家珍 就彭吉亚传言中的迪拜行动是破坏民主 指人民已经厌倦了为了权力而更换政府的行动 政治稳定才是国家发展的支柱 黄家珍也是有说了 马来西亚经历六年四次更换首相之后 当下人民所期待的是经济繁荣以及生活变化 另外要和大家提到的是今天早上的时候呢 我国的工程部的副部长阿姆马斯兰 他呢就有在上媒体上指出 所谓的迪拜行动只是幻想 发达莫格纳 巫统和国阵30名国会议员已经签署了文件 如果要跳槽的话就得付一亿令吉 那谁有这样一笔钱呢 阿姆马斯兰也说了 即使这30位国会议员退出的话 团圆政府也还有122名国会议员的支持 而针对坊间流传杀越土包党PBB 被指涉及在这一次的一败行动 那么我国的副首相兼杀土包党的高级副主席法提拉 他就重申了PBB是支持政府的 也强调说土包党的国会议员是以 确保国家经济重回正轨为优先 因此没有这个时间来理会政治法系 五流优ד 雷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范范